凶带联合国可颂结婚后偶尔也会大秀恩爱,自从双胞胎女儿出生后她就将重心放在家庭上,近日她还大方在社交网筛出两位女儿的正面罩,但很多网友都大赞可爱,而且很多人也发现双胞胎女儿一个像爸爸,一个像妈妈,原来除了可爱爱, 今天8月26日有媒体找出了她们双胞胎女儿,当天身穿的衣服品牌和价钱,没想到她们夫妻俩这么节俭,这是前天雄带领发出的照片,从照片中我们能看到一对双胞胎女儿,很可爱的身穿背带裙,手里还拿着一只小兔子娃娃,不论是衣服还是兔子,又或者是背景都是粉红色,看起来很可爱,两位一个像爸爸, 一个像妈妈,她们夫妻两息经历都不弱,重点是郭可颂的家族资产过百亿元,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两人都会给双胞胎女儿穿很贵的衣服,不过事实是原来两人相当节俭,我们先来仔细观察当时熊带领发出的动态,原来在她发出动态时,已经给了提示,她已经爱特上了一个衣服品牌,而这品牌也不是奢侈名牌, 随后邮掌媒就找出了这对装胞胎女儿所穿的装扮,两位女儿头上所戴的头戴原来大约把15元三条就可以买到手,还有她们身上所穿的背带裙,媒体也翻出了这一系列的小兔子裙价格,像照片上的有兔子图案的背带套装价格 加起来也不到400元,对于她们来说还是非常便宜的,其实对于大多数网友来说给自己子女穿200元不到的衣服也可以算是便宜了, 这是早前郭可颂和熊带琳为双胞胎女儿搞百日艳势拍,吓得一家四口全家妇,当时两位女儿所穿的衣服也并不贵,在弟弟的双胞胎女儿出生不久后,郭可颖和老公林文龙,就带着女儿一起去探望可爱的双胞胎, 当时记者就问郭可颖送什么礼物给双胞胎,她就趁最终要送表姐女儿穿过的衣服,这是传统,将运气和两个表妹分享,从郭可颖的话语就可以看出,她们一家都有这样的习惯,而且这个习惯还很节俭,在这样的家庭下成长,也养成了大家不浪费的油粮传统,而熊带琳和郭可颂也很节俭, 所以相信两位女儿长大好会懂得节俭